接下来我们要为今年以来 所有的ETF热门的一些ETF 为您做一个大盘点 今年从高点到低点 台股大概跌了快要30% 这些ETF竟然还能够涨过于大盘 是谁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吗 我们先带您看到我们整理的资料 这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大盘发生了什么事情 跌破了12682 长年32年以来高点的信心关卡跌破了 所以市场一度的担心说 这12682跌破了 大家会不会信心瓦解呢 但是这些的热门ETF 竟然很多人去买它 来 这里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有谁呢 台湾目前受益人数相对比较多的前五名 包括了0056 00878 0050 00881跟00900 上个礼拜大盘再跌的时候 这三档好多的投资人巨型卡位 我直接问你觉得越跌越买 这投资方式是对的吗 我觉得要看有没有符合你的投资目标而定 这又要怎么讲 那基金医生今天来就是要点评这些ETF跟基金 其实这三档都是我们所讲的国民ETF 那么国民ETF你看它的受益人数都相当的多 那在盘市下跌的时候 其实都逆势的一个增加 表示说这几档的ETF真的受到大家的好评 那不坏乌有几个特色 就是说有两档好像0056跟0050老牌 购老牌 而且过去来讲几乎像0050 这个填息的记录是最多的 0056大概填了十几次 那表示说他们每一年的填息的一个绩效都很好 那新的是00878 我觉得它选股的一个逻辑就还蛮严谨的 那这几个里面呢 我觉得波动大的就在像00881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讲过 它其实是主题型的 那主题型就是这样子 市场要不就大好大坏 大好的时候呢 其实它也有涨很多的时候 那现在来讲当然就是整个全球景气下滑 半导体落难 连带的连这个5G都有受到影响 所以当然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波动度就变得很大 那另外这一档呢 就是争议性最高的 它周转率相当的高 00900 换股每一次换几乎所有的成分股都换过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几个ETF它的特色不太一样 譬如说像0056跟00878 它很明显就是集中在高股息 只是高股息里面呢 我觉得0056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说 它改了这个新的选股方式 把这个30档的成分股变成50档 那我也有点评过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呢你还是没有改变 为什么因为0056还是用 未来一年的股利预测率 预测未来一年再配股利会比较高的 纳进去 对所以还是会选到一些景气循环股 那这些景气循环股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它今年或明年已经开始赔钱 但是现在算起来下一年的股息质利率还是很高 就航运啊 因为它前一年还是大赚钱嘛 所以这一点会让这个0056的这个股价波动会比较大 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是想要领固定的稳定的股息的话 那这种可能它的景气循环股太多的话 可能就比较并不适合一点了 那相对来讲00878的话 它的这个景气循环股 我觉得就少了非常的多 那主要跟它的一个选股是有关系 那0050 它是以过去 过去有配的 这是以未来预测未来的 对不对 不是它其实还有包括像 因为它把这个所谓的永续的概念 把它含在里面 所以说其实两个选股逻解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0050的话很明显就是市值型 那市值型的话当然就是这些大型的公司 大概都想得到的从台积电 联发科 鸿海已降 但是因为我们比较大的护国神山群 像联电跟像联电台积电 联发科都跌得蛮多的 所以自然而然0050的这个股价的波动度 也会变得很大 但是跌得多 它今年跌很多 今年以来已经跌了差不多三成 但是不代表它不好 而是说你需要时间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是保守想要领股息的 那我就可能不要去选0050 因为它的股价波动会比较大 但我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是想说 未来市场可能会回升 而且机会会很大的话 那我觉得0050开始做一些 中长期或长期的一个定期定额 或者是说做一个长期投资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年轻人是不是比较适合 元大台湾50 那如果真的是那种退休族 然后是希望能够有固定现金流的 比较适合0056 其实这也不一定是按照年纪 我觉得自己的风险去向 也有的年轻人他也是很保守 有的这个长者他也是比较冲的 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个投资目标而定 那我觉得你在买ETF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不会受到这个榜单的影响 也说买的多的ETF 不见得是你一定要买的 你只能说他很热门 那你可以把它当作参考 但是不是说榜单以外的我就不买 所以我们今天要带了另外一个榜单 也就是说在这个前线百分之下 打的一个独家资料 就从今年以来 用我们李博的基金数据来算 那到底我们把这个所谓的反向 因为今年大部分跌的嘛 所以反向的不算 杠杆的我们也不算 那纯的是这种正向的ETF来看的话 有没有涨的 有喔 有些ETF今年以来涨很多 这是今年以来最强的 对 涨了两三成 虽然这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表示这一些的ETF 有它的利基在 那像什么 前级档其实就是跟 所谓的商品原物料能源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这些其实都有一个 相对来讲有一个 衍生性金融商品在里面 所以相对来讲涨的比较多 像这个就是有期的 基本上就告诉你这是期货 那跟原油有关 跟黄豆大豆有关 甚至于跟联准会都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美元指数也有这样的一个商品 有喔 这个奇缘大S&P石油 在今年涨的快要四成 油不是今年下半年跌很多吗 对 但是上半年之后它涨很多 它一度有涨了超过八成 但是因为下半年的表现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整体来 因为我是算今年以来 所以就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它还有将近四成的一个涨幅啦 还是算不错 但是波动很大 因为它跟着石油的一个波动 本来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表现 我现在这里做一个break 所以喔 这三个 这两个属于商品型的 这个所谓跟联准会有关系的 这三个今年已经涨这样子的 现在上车还有肉可以吃吗 好 第一个你要了解 这一些产品都是跟什么 骑有关系的 也都是骑货 所以这种商品类的 这个所谓的ETF呢 它的波动会比较大 所以这三个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要比较稳定的 那我不建议你这一些投资商品 因为它的波动会比较大 但如果说你比较充一点 你觉得说未来联准会还可能持续升息 美元指数还可能再创高 那你觉得大中原物料来讲 可能因为比如说俄罗斯 未来来讲又切断了跟 过去跟乌克兰的协议之后 不让这个黄豆出口的话 农产品出口 大多还有机会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 但是就是用拼一下的那个心态 对 短打 因为这些来讲的话 都是有这个期货商品在里面 它的波动会比较大 好 商品然后跟美元指数 接下来这个跟 几乎都跟债有关系 对 我没有讲过 这个债的价格跟殖利率是成反向 对 那么今年的长债跌翻了 因为联准会暴力的一个升息 那殖利率上扬 可是呢 是所有的债都跌吗 不是 还有债涨的 哪些都是这些什么一到三年 因为这些 短年期的 对 在我们的分类里面 这个叫什么 短期债券 那么短期债券有一个好处 第一个它跟利率的波动度 没有那么大 因为它的敏感度来讲没有那么高 因为长债来讲 通常敏感 利率的敏感度比较高 所以呢 通常来讲 那种长天期 20年 30年 它的波动度会比较大 因为你无法去预测说 未来20年 30年的利率 到底是怎么样 可是呢 短期呢 未来一两年 你就知道说 大概利率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 虽然 这些短天期 它的殖利率还是涨 但是呢 它的一个 价格的波动度 就没有这个长债来的这么多 那我们常说要买债的时候 要选债 比如说每一次在联准会升息的末端的时候 那时候的价格会比较好 但是这些现在上车 适合吗 安全吗 短期来讲 因为联准会还是在持续一个升息的一个状况 对 那这个短债其实跟通膨 跟所谓的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 是比较相关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短期 我觉得大概都在未来半年里面的话 都还有机会 还有空间 但是要注意就是说 这个债势的波动 在今年以来 我们蛮少见说 其实债势的波动度也很大 就股债一起跌 很难 很少看到这样 对对对 这个时候你可以慢慢把眼光放远一点 因为长债真的跌翻了 有很多债券型的一个基金真的跌很多 所以可以先买短债 然后在之后再看时间 找时间进长债 对 或者是说你觉得短债涨多了 你不想进也没有关心 你可以把眼光慢慢的 朝向长债 对 朝向这个长债 跌多的长债 然后慢慢的在联准会升息的尾声里面 去找这些跌多的长债基金 OK 好 这是今年以来 计较最强的ETF 能不能上车 支援说这些意高人胆大 现在还可以用拼的形态再拼一下 那这些或许在半年之内 还有上涨的空间 但是你如果比较着远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慢慢的来关心长债了 反过来说 支援也帮我们跑了一张 在今年绩效比较差的 支援无论说这些 有没有机会咸鱼翻身呢 也是有的 我觉得机会也很大 但是一样 你要看它的一个类型跟特色 比较差的是哪些 我们讲说台股跌了 今年以来跌的快三成 对不对 你看 还有更差的这些什么 都是什么 半导体 是 对 因为为什么美国被成半导体 还有包括我们台湾这些 护国神山群 这都跌蛮深的 所以你看这些半导体类的 都普遍都跌超过四成 然后还有哪一些呢 主题类的 特别是AI 有没有 5G 甚至于什么 这所谓金牙骨 是 都跌得非常的凶猛 支援这些跌比较深的 你觉得比较有机会 可以翻身的是哪一些 我觉得实际上 应该是说看未来的趋势跟发展 也就是说 这些呢 都是我们所讲的 在景气循环的一个周期 现在就是落在一个 比较低档的一个位置 你说的方向上 有没有改变 其实我觉得半导体 它就是一个 景气波动循环 会比较长的 那现在来讲的话 未来来讲 包括电动车 5G 这种新科技的应用 还是会用到半导体的 只是现在呢 因为过去来讲 因为这个拉货拉得太太凶猛 那现在在做一个景气的一个调整 所以在调整过之后 我觉得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机会 好这是今年最弱的ETF 有没有机会闲鱼翻身 那接下来 我们也请支援棒找了一张 我们常常看到ETF的消息 就是有新闻有 然后才说对喔 最近0056要除息了 然后最近哪一档要调整成分股了 所以今年热门的ETF 今年绩效是这样子 帮我们评点一下 到底今年的绩效 谁拔膳可乘 谁可圈可跌 好这些是跟台股相关的这个ETF 那我做一个绩效上面的一个排名 刚好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那当然今年台股跌 台股跌的话基本上 跟台股相关的ETF一定都跌 但是还有跌多跟跌少的 那跌少的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几个族群 包括哪一些 其实他们的名字都有什么 高息 对高息 而且高息之外还有什么 低波 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看他们今年以来 台股跌三成 但是他们的ETF 相对来讲都跌得很少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讲说ETF绩效 或基金的绩效的时候 我们常告诉大家 它是由两块所组成的 第一块就是成分股的这些 所谓的资本利得 第二个就是投资这些成分股得来的息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们常在讲 习有时候会保护基金 或者是ETF的绩效 所以为什么它跌这么少 因为这些都是所谓的总报酬的概念 他们把习灌进去之后 资本利得的亏损就变少了 但是如果没有习的 像后面几个 或者是它的一个资本利得波动太大的 可能它的习都不够赔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像这些 像这个0050 005608 甚至于像00900 它不是也是这个高股息的代表 你说高股息 为什么它可以跌这么多 是因为说对 它的息是收的最多的 但是呢 相对来讲它的成分股里面 它周转率也高 而且这一波 它的这个所谓的成分股里面 资本利损都很大 所以收了这么多息 但是呢 资本利损更大的情况之下 息都不够赔 好 那我大概知道 就是说如果在整个行情震荡的时候 这种有吸收的 刚刚说两块一个资本利得 你的成分股赚钱 你就跟着一起水涨船高 第一个是收息的 所以行情震荡的时候 收息多了一份来自于利益的来源 那整体来说 在接下来ETF的操作策略 你有什么要建议投资朋友的呢 好 有几个重点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说在今年以来 绩效表现最强 我们有说过 包括哪些 有能源 原物料 跟美元货币 还有包括美元短债的部分 但是呢 今年绩效比较差 包括有半导体 AI 5G 是比较差 我们在选这个ETF的时候 其实还是避免用绩效去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讲了 既然这个是今年以来绩效最差的 其实我觉得它的一个明年 翻身的机会就还蛮大 我们每一次像这个能源 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去年来讲 表现也是很差 但是今年来讲就真正的咸鱼翻身 是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呢 我觉得反而可以提醒投资朋友说 如果你对这个ETF还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一类的ETF 你慢慢的在这个时候去投资它 倒是不错的 OK 那如果你已经投资这些很强势的ETF的话 那恭喜你 可是你要要设什么 停利点 不要只会买不会卖 对那停利点的话 你可以抓个区间 比如说5% 10% 那这个波动比较大 你可能可以抓8-10% 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停利点 然后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持平保态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要设定好你的什么 投资目标 就是我一开始强调的 我如果是设定稳定收息的 我就不要去投资这种所谓的 步动很大的那种 对 主题型 对 半导体 因为那不是我的投资目标 那如果我想要就是说 我就是希望说 这些主题型的能够在短期 带来比较大的绩效的话 那我就可以去选择这一些 OK 第二个你要做好什么 资金控管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说这些主题 这些主题都跌啊 都跌 难道我还继续报继续买吗 现在你要什么 时间换取空间 因为现在是景气在做修正 在做调整嘛 那你只要做好景气 这个资金控管的一个方式的话 我们有讲过 你做一个中长期的定期定额 三到五年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景气循环的一个变动 大概一两年就可以调整的完 只是说你如果能够再做好 资金控管的话 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你的成本还可以更低 那长期定期定额的话 我觉得机会还是很大 好 谢谢基金医生 谢谢基金医生 最深的是半导体AI 5G跟科技相关的 跌了这么的深 已经不用太看坏它了 反倒可以慢慢的 开始来找一些布局的时间点 但是重点 要用时间换取空间 要有耐性 如何有耐性呢 定期定额 长期的布局 才能买出你的微笑曲线 给你做参考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 把格局放大咯 昨天联准会宣布 升息了三码 预估在接下来12月 可能会稍稍放缓 但是你以为12月 就不可能再升息三码了吗 为什么现在会有市场这样的声音 是因为通膨太严重了 联准会到底还有没有招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你